8月11日,霍尊终于发生回应与陈露的感情争议 他表示与陈露在一起的9年是他人生中弥足珍贵的经历 爱情走到了分岔路对谁都是艰难的选择,希望大家都能幸福 显然,霍尊的回应是在避重就轻,打身琴牌 同片没有感受到他对自己的过错有一丝悔意 王蒙再次发长文维护陈露,并指责霍尊手的肮脏,行为卑劣 据王蒙透露,霍尊先是同意900万的分手费,之后又觉得价格过高 就让他的朋友帮忙约见陈露恐吓他,警告陈露已经构成敲诈勒索 还出馊主意让他将钱转给闺蜜,分摊一下罪名,其心可诛 网友表示,回应了什么,这是打感情牌是吧 在两方阵营对骂时,霍尊充满茶味的回应似乎是想就这么简单的了结此事 不想影响自己的前途,但显然网友并不会就此放过霍尊 陈露也对霍尊的回应表示无语,自己宝贵的9年就这么被轻描淡写的对待 此次恋情风波背后也见证了一些人的嘴脸,张口就来,不问青红皂白 对此,你怎么看呢